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体验服又改版以后的这个悲迷糊 那么纵葵,回合开始时你可以选择一名没有葵标记的其他角色 令其获得一名葵标记 每轮游戏开始时,体力之最少且没有葵标记的一名其他角色 也获得一个葵标记 那么古居,拥有葵标记的角色受到伤害后 你摸一张牌,败甲这个技能暂时用不到,咱们就不读了 咱们来看一下直播中这个被迷糊的发挥 被迷糊的发挥 接着来 我就不信你这个家伙还不让我赢一局了 这是改版以后的呀,加强了呀,不玩白不玩呀 要不咱们亏个二八 因为二八我觉得像是比较挨揍的那种 咱亏个二八得了 谢谢一条肥美的黏鱼的巧克力 我看一下要不要亏个二八啊 要不要亏个二八 嗯,司马不倒挨揍啊 司马不倒挨揍 忠摇 忠摇不不不容易那个 他不容易皱重 那就碍他吧,行吗 就碍他得了 不给忠心 不给猫 不给猫 大哥你把我带来呀 这也不给司马左定 把司马当成那家 不敢来的 都是懦夫 我吃的英姿的配音 哈哈哈哈 英姿的配音 哈哈哈哈 不治没问题 等一会我还可以去捧他的 这都没问题 乐不思蜀 只有中心 没有猫是不够的 你别说不治不一定会自残 他有可能定判别人 别人那个 比如说定判做客 做客舍不得丢装备 就做客受伤 知道吧 所以说你也不一定要找不治 我觉得主公会不会被激活呢 但不治还正有可能挨揍 为什么呢 朝支在旁边 甚至如果司马是内奸的话 不治还被夹击了 但是司马照理讲应该是反贼 应该是反贼 所以说先保护一轮你 我这个是保护你不是害你 搞清楚 九 只有中心 中瑶这个家伙油言不敬 也没办法 油言不敬 不给面子 能效九天 无胜仙 我可以接着杀啊 我可以接着杀 不让杀 不让杀还不算就了 还非要杀 这个他给我轮荡了 你知道吧 我能粘着杀的 我能粘着杀的 但中瑶居然不给面子 这二号位跳钟了 中瑶不给面子 这些都是我的 朝支捡了一个 判定的梅花啊 再又捡了一个 这个丢的草花沙 这中瑶真的是有点烦人啊 那你要不给我 我还不喝酒 我又不知道酒啥的命中 对吧 我说不定 我一轮都活不到 咋办呢 我如果一轮都活不到 那我酒说不定还要保命呢 我之所以喝这个酒 我是看中瑶会 会给我一个佐定的啊 这家伙太烦人了 刚刚中 人家给他解铁锁 他又又又有一个佐定啊 没来得及说 哎 魁起作用了 魁起作用了 千辈以和来罪 倾此信彼由 哎 魁又起作用了 但他这个没有宾佐词 不是啊 没有宾观评 也没有沙观评啊 直接忙着布置 那看布置要跳什么呢 照你讲这个曹子 我不是很看好他 我不是很看好他 所谓的那个 中瑶我估计 有点不像反对 不像反对 嗯 嗯嗯嗯嗯 嗯嗯 贴索 别忘了 完了 你没先帮贴索 帮主公呢 或者说他为了激活佐词 就只能去 作心不义 毕自毕 直接收回得了 两个装备这么好 哇 这都是在吊牌 这些都是我的 别着急啊 吊一张牌 别着急 哎 又捡一张了 看来我这两个魁还不错啊 这个贡献了一张 这个贡献了两张 嗯嗯嗯嗯 我行不义 毕自毕 选项二 收回收一点伤害 我抽风球了 你气吧 想气啥气啥 无所谓了 想气啥气啥 无所谓 别指望我收回 我收回 我自己受伤 没得收益啊 没得收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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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嗯 谁他 谁他 从孙者生 从流 别的气 我不管你 我反正不受伤 受伤多疼 这些都是我的 那么朝职这个家伙 无形中就捡了两个房具了 一个草花的藤甲 一个草花的银王 但其实不用强调草花 那不是草花 他也不能捡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家伙 已经捡了两个 所谓的那啥了啊 所谓的那啥了 那我又要剪一张了吗 看来选布置 没错呀 我就说了嘛 保护他 这样一来的话 谁打他的话 得颠量颠量 因为我要摸牌 你知道吧 所以他们就得颠量颠量 如果不选他 只选一个主攻 那就当做没事一样 那能起火布置 往死里揍 是不是 反正你亏的是主攻嘛 主攻又不受伤 不说主攻受伤 你就去摸了 跟人家打布置 这也没有关系 至少这样我还相当于 真的是保护了布置 这不又送一张 这不五张了 那谁觉醒送啥的 那个马上的事呢 是不是五张了 日夜攻打 陛下辞声 全力攻撑 言退者 咱 这些都是我的 别着急 还是我的 我取得潮子 剪拍剪的 那剪子叫一个疯狂啊 你看回合外 两血 回合外 手牌飙到了 七张 所谓的青男 你只要没有报价就行了 你青男你回一滴 也就回一滴了 是不是 哇还有针唐 月牢也要补啊 完了第一局输了 内奸也没赢了 反正赢了 庞统那个家伙居然打赢了 我去 牛逼啊 庞统那个家伙居然打赢了 给我亏上来 给我中心 还不给 什么民反也不给 这可是民反了 他没给 能效九天 武圣贤明 让我磨一张吧 收求了 这布置 倒还能行动 但是我南蛮肯定要开 又要打中摇 又要打左慈 南蛮我肯定要开 刚刚被被龙荡了 我能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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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收了吧 强救我估计也没太大的意义 趁着能连杀 转一波得了 如果说左慈是内奸的话 这一局就有点恶心球了 内奸所谓的化身 内奸所谓的化身 所谓的化身急救 直接阻 反正他急救派要用出来的 好吧 那就直接阻吧 当场大风歌 小小之徒 轮几何 直接阻吧 公盖异国 非我诸葛克莫属 他不是什么杀之类的 所以是拆他 然后顺他 这个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他的牌极有可能是散 狼牙少年诸葛克 紧格结马 你再去 在他这又要减牌 知道吧 在左慈这又要减牌 左慈也被魁了 明白 左慈也被魁了 散拿去无所谓 我不要的牌 你随便要 对不对 散你随便要 散你随便要 还好亏主攻了 要不然你说刚刚不亏主攻了 后悔死 能效九千 武圣贤明 这么快就死了 我还有好几张杀呢 哥 我还有好几张杀呢 你太对不起人民群众了吧 刚刚官屏可是当我了 我还在还有多少张杀呀 并且我打他一下 我还要再摸一张的啊 我还要再摸一张的 看到没有啊 我说左慈是内奸 是最恶心的 他又亮了急救的化身 我们又想打他 结果如果我出权力去打左慈 左慈是个内奸 当然司马也有可能是内奸啊 因为司马这个武将当忠诚 左慈没什么卵用 但是左慈这个武将 他啥时候 他绝对能当内奸的 并且还是比较合适的 内奸人选那种 哎呀 还好没打左慈 不是说他有一个急救 我就要打的 那你要打到内奸身上 又浪费了输出 你回不来了啊 真的是回不来了 所以说直接阻 对反对不会亏的 直接阻啊 直接阻 谢谢一条肥美的鲷鱼 的游戏手柄 乘以一 乘以二 谢谢一条肥美的鲷鱼 的两支游戏手柄 直接阻是不是不亏 我就说他被当怕了 他咋弄他都不行 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能笑九天 吃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